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 我们今晚讲的题目 可以比较突发的 最后我都发现原来香港 都不是很多报纸报道的 那我今天早上 坐着回去我妈妈的家 那在途中我就听到 那个电台有一个报道 那它是访问一些 我相信一些明星的那些经理人 就是做那些代言人的那些经理人 那它说呢 原来最近呢 在内地呢 通过一个那个 食安法 即是食物安全法 那就 将来呢 就是如果 做代言人的 的人呢 如果他是 他是推荐 那些介绍 或者推荐那些食物呢 如果本身呢 是有 有问题的 那导致呢 消费者呢 是受到 啊 伤害的时候呢 那这些的 代言人呢 也都应该呢 好像食物工 生产经营者呢 是要承担那个 所谓年带的责任 那样 那好了 那那个节目的主持呢 就问了 那 那其实 这件事对香港的 就是 所谓的名人啊 明星啊 的影响是怎样呢 那他形容一句呢 他说呢 这个呢 好像 金融海啸一样 的影响 那他说呢 原来呢 如果是罚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 代言人呢 他可能呢 会 傾家荡 荡 譬如 那些受害人的 損害呢 是 足以呢 是要赔很多的 的 的 金钱的 的底常呢 那很可能 代言人的 成富身家呢 都可以呢 是被罚的 那所以呢 这个背后 真是 就是 当然会引起 一个 很多 讨论 那 当然 未必对香港 一般的消费者呢 可以 就是 这么关注 或者对他来说 他可能都认为 对他不是一个 真的 那么 就是 那么 切身的关系 的 问题来的 那但是 这个的 食物安全法呢 那 就是 它引发那样东西呢 其实呢 是 怎样样呢 那当然啦 就是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今晚呢 我就会同 大家啦 啊 啊 James 又 多谢他 他又 又又又 又又 又 深圳呢 那 专程落来 和我们 帮忙做这个节目啦 李永康 和金泳妍 好 那 那 怎样呢 啊 Doctor 就是 刚才听了你说 嗯 那他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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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 还是 刑事 先 就是 那个 那个资料 有没有说先 呃 其实 民事 刑事 其实 有什么大的分别呢 就是 总之 你要 负责 那他都要坐牢 原来说 他说连带责任要赔偿 和要坐牢的 啊 坐牢就是刑事的啦 就是 不是只是赔钱就行的啦 是啊 就是他都要 就是 都要坐牢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那 但当然 大家都 都了解 这个整件事的背景啦 是不是 因为近年来呢 中国就是 不断出现 食物的那些 那个 那个 安全的问题啦 那 三六事件 这些大家都知道啦 全世界都知道啦 那当然 一定受到很多 就是 舆论的压力的 那也都 可能呢 在这种 这样的压力之下呢 就会 就是想到一个 这样的 就是 应对的方法啦 那我相信呢 这些这样的 条例呢 啊 据我所知呢 就是 全世界我想都 都没有什么国家 会这样 就是 走到这一招啦 那就是 想一下 那是不是 中国真的 真的 就是 有个决定 就是 下了个很强的 决心啦 是不是 不要被人 常常说我们 我们 我们出这一招 给你看啦 全世界都没有人敢做的 只是中国这样做的 但是 背后那个 但是 我们的祖国也有很多法律的了 就算 譬如去年那麽多大单东西 有三对 蒙牛啊 三对青鞍 孔雀石 哈哈哈哈 三鹿啊 那些 他们都 通过了 那些 行政部门的啦 那一样都是这样的 那当然呢 全部有了优质认证啊 棉检啊 是的 全部 所有 測移 是 我想强调呢 是的 他 立很多法 即是我们祖国也有很多法律的了 你就算现在的人 告三鹿啊 即是追讨啊 都好像未行的 即是 都 民事追讨啊 那可以的嘛 即是 損害 譬如 譬如 我的子女 損害 你可以民事 不过法庭都不受理的 好像 破产啊 三鹿已经执了 已经是破产的嘛 即是将所有三鹿的资产卖了 有多少赔了就没有的 就是这么多了 是的 好了 那现在他再进一步了 再进一步了 因为呢 始终呢 做代言人 即是那些 明星的代言人 那 其实 很多人都很 就是很 受他们的影响 对不对 那他们走出来呢 是推广一种的食品 或者一种药品 那结果呢 那些人因为 这些这样的明星 走出来说话 令到他们呢 是去采用这些这样的食品 即是很明显啦 一定有影响啦 要不然 即是公司不会出那么多钱 请这些代言人 好了 那因为他们的影响呢 令到他们呢 是复兴这些这样的食品 是出现问题的嘛 那你说 他们应不应该负一些责任呢 那我就 我想这个问题呢 要真的去研究他那个 准确的那个法律 那个措施 应该是什么 因为我猜 当然这个是纯粹猜测的 是的 就是 我想他这个法律是针对 有一些明星 或者任何一个发言人呢 他是明知 那个产品有问题 而是他误导消费者 是有意误导的 我想他才会是承担责任 这是我猜测 因为如果作为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 好像我们刚才举例的那个牛奶 就三木奶粉 他是根本 你有三木乘港是没人知道的 是的 蒙某都说 我没有的 不过是收那些奶那时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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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情况之下呢 他就未必是告得入 这个是猜测的 因为 我想 准确来说 我一定要看那个法律 他的措施是怎样的 如果不是的话 真是 就是 如果那个发言人是真是明知故犯 他说明是骗人 因为现在大陆真的很多这些这样的人 他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 电视台 发现了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 就是有些 人呢 又假扮做医生 是做不同的医生 是推荐不同的产品 其实全部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那后期就有人发现 原来这个根本是一个演员 他根本不是医生 他只不过说自己是医生 所以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这些人 这些发言人 是应该被告的 应该是 将他 罚款 监禁 这些是罪有应得 但是如果你说 真正的情况之下 那个产品是拿了一些合法证书的 就是 在正常情况之下 是发现有问题 但是那个发言人 是根本不知道 我想这些情况之下 告他都应该挺难的 其实 阿Dokka 嗯哼 找得 找得 明星代言人的 嗯 就是 你找得那个明星 都给了很多钱的 是啊 没错 你不会找一些 找一些 林冀的 对吧 是啊 就是一定是有有知名度 有知名度就不少钱的了 啊 啊 还有 你找得这些去卖广告的 你那个企业 在国内来说 都不是小的 一般都 还有 都有一些背景的嘛 对不对 那 如果他要去代研的话 大多数都有证书的啦 你好像以三路来说 什么都有了 那其实 你某个程度上 立这条法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问题都不在那里 明白吗 有小小作用啦 因为中国市场和世界 其他市场有个不同的 就是中国 就是那个 知识程度低一点点 因为刚刚暴入现代的商业 商业的活动方面的知识少 就是他们对于 就是 真的有很多的 中国的市民呢 是对着那些 明星会真的会相信他 是啊 就是觉得这个 这个平时做戏都挺正气啊 他卖过任何东西都信得过 真的会有 国家队 有找国家队 对啊 国家队一条水队 很多世运那些 会相信的嘛 但香港人一定不会相信的嘛 不知道啊 香港人都很相信的 我们已经打了防毒侵了 哈哈哈哈 就是骗过很多次的 那么 他们的法律是有个好处的 真是 就是 让一些 经理人公司 就不要那么狼死 就什么都敢接 因为 食物都是少 很多时候药物 那时候才是厉害的 是啊 国内很多医药广告 因为 因为 明星没有来试试试药的嘛 他没有那种病 没有那种乞试的 那种药把鬼嘛 其实以我所知 在外国 如果你没有用过的产品 你不可以 跟他代言 因为变成是欺诈的 是不是 你都没有用过 你说你自己用过 那就是骗人 所以他一定要用过的 但是在国内 有没有这样的法例 我就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 譬如我当汽水 这么简单 现在 国内市场 汽水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每一年的下跪 都找齐了最红的 几个歌星去做的嘛 人都知道汽水是无益的 有害的啦 一瓶汽水八根糖 他一定知道的 好了 如果有个人 我现在告他 我看到他这么开心 郭富城这么开心 跳舞喝八事喝 我又喝八事喝了 有个糖尿病告他 我希望会见到这样的判断 那郭富城 我需要赔呢 我希望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全世界 起码全中国 那些人都知道 不要喝汽水 我想说这个 这个法例立了出来 唯一的效果 第一就是 那些经营公司 都没那么狼死 什么东西都敢做 第二个情形 其实结果 就是击了一班律师 因为这些官司 是打到无了期的 结果都是三年之后 两边律师 就算了 大家打到没什么钱 其外和解 收场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多条路被人夹水 那个市场是不会好了 那些人又不会健康 一定不会的 肯定是 永远都会击了一班律师 对 你听说 那看回他的出发点 就是大家都看到 是不是 那你做人的代言人 那你要 就是你要 你推荐这种 这样的产品 那 刚才 James 说 如果在外国 就是在法律上 如果你不是真是 他的用监 你不是真是用 你所推荐的好处 你自己没有真心 就是经验得到 那你就是 就是 就是 欺骗了 是吧 那这个 我这个 这个 在 我相信 香港一定不会 是吧 就是 香港那些 那些 明星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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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你 你 要 什么 有任何肥寒滑些 你要给一些证据 证据证明 你这件事是有效的 要有这样的资料 是的 一定要有 例如很容易走 例如 用了这种 面箱 肥寒滑些 8个每人给10元 也好 自己填个表 要填个Questionnaire 我觉得滑了 这个是Claims 即是不要明星做这个Claims 明星是可以 例如明星 我这种羊肤箱 我查了之后 就滑了 除了明星要证明之外 其实在保护公司 一出这个 之前 这是Claims 则出Claims 就一定要证明 这个Claims是真的 即是香港的廣告也是这样的 是的 但这个很容易做 因为 适当地找什么市场 就是公司 已经全部都在 找齐那群人 填一次的那些问卷 真的滑了 做了滑些 鬼子 他会说 你修法 我头发弄到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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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寺先生 nations這麼發ACT 留意他的Claims 就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他不可以证明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可能也可能 但是有很多事 可能也很多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 vergessen 在这些廣告 他没有明确 About 谈论一样东西 比如说 我预约shirt 他没有说我因为穿了Nike打篮球 他没有说 但是他在动作上 你自己会作出一个结论 这些球鞋非常棒 令他打得更好 在某种程度上他没有claim 但你是implied了 他就比你聪明了 如果真的 这个我不知道 你自己在广告界做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 原来香港也有这些 是很严格的 很严格的 很严格的 我记得有一个广告 某一个明星 他说他吃了这些东西 令到他青春常驻 我认为他真的是这样说 你说青春常驻 很简单 青春常驻 是一个感觉 是 你不能用一个机器 都很证明那样东西 是我的感觉 所以 把感觉说出来 就可以了 就是填出来 这个人 我这个 这些 sample 有这些人 有多少个 填了 真的好像青春常驻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多 是很客观 不用说很科学 很严谨的 做一些双重万丈 control 没有这回事 没有双重万丈做 这个人 我觉得青春常驻 没有双重万丈 那给一些假的 假的 没有双重 让我找个老公看看 我的情人又看看 没有双重万丈 还有 他只是说 我觉得 是的 你认不得到 很多东西 你怎么认 这个不是一个科学 纯粹是一个心理 心理作用 他总是做一个假象出来 你相信他 你就买那些产品 就这么简单 那就是说 其实这些所谓的 一般的广告 在香港的情况 其实他都要有少少 就是他所谓的 是有少少根据才行的 就是不是我想像中 就是因为你不是药品 不是营养素 就是香港在那个 营养产品 药物是很严格的 那我不知道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商品 护肤品 这些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不知道 原来都是有的 一经过大众传播媒介 就一定是这样的 嗯 尤其是电视广告 因为入屋的 就更加严格 是的 大陆是不是这样 大陆更加严格 你知道全世界最严格的 的法律就是大陆的 因为大陆是 习天下之大乘 就是把所有的法律 都匯为一体 所以你认识中国的法律 全世界的法律都认识了 但是大陆都很多虚假广告的 那是 它法律有一套 就是执行有一套 是 是 对 对 好了 那我们由另一角度去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实行这一套 那 这个好处会在哪里呢 即我们都看到了 如果我当你是代言人 通常他真是证实的 这是有他的所谓声称的效果的帮助 那如果他们是要有负上这些责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 既然 请低做代言人 给你很多钱 那是不是 这个代言人 在他接不接这单生意之前 他会用一些资源 就是帮消费者 做一些这样的检查 就是 看看他是否真的真的没有问题 我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最多他也是 其实你不要 就是这些明星 都不是自己接的 通常他跟了一些叫做经理人公司 那些经理人公司 就会有大量的律师团队 他们会先接这件事 这些律师团队就会去做事 知道风险是多少 知道收益是多少 到时就看看如何 风险和收益对比一下 跟那间想卖广告公司去谈下去 就这么简单 他也不是做产品测试的专场 是 好了 你看到 我们在那个报章上 都可以看到 一般被访问的那些 所谓明星的代言人 他问他的时候他怎样 他说 如果药品类的广告一律软他 药品类的广告一律软他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以前在节目上 都讲过这些资料给大家知道 在美国 死的人最多是现在西医所用的药文 所以如果知道 这个危险是这么高的时候 最近香港的小朋友 玩伤风感冒都会死的 我们上演都讲过 很多这些感冒药 通鼻塞药 这些抗敏药 其实背后 在外国已经被禁了很久 但始终香港 似乎香港这方面 那个监管 是被外国落后 很多细粉仔都仍然在用这些 从来未被细粉仔证实有效 通常是大人证实的东西 原来对细粉仔的身上服用起来 其实很多问题 很明显 药物这类的广告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因为美国是第一大杀手 吃了西药 西医的处理方法 所以你看到 很多这些 这位郑的经理人 他都会说 药品类的广告 一律就选拒 好了 我会这样想想 在外国 我未见过这些 这样的条例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知道 在美国有一个 叫做言论自由 这个差不多 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 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很明显 在现在这个情况 即是说 你已经没有了 这个 所谓的 自由言论 这个的权利 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应不应该维护 以一个 自由言论 这个的 基本权益 是 维护这件事 当然 你可以这样说 我没有说 不让你说 不过你 说了之后 你要负责 在这里 这样看 其实他都没有 没有违反这个 基本权利 我没有人给你说 我只不过 如果你推荣一件事 结果有问题 你都要连带 要负责 这样 看到现在 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 很有趣 因为这件事 令我看到 很多方面 连上很多事情 美国是有 这样的 条例 但在美国 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美国 言论自由 在医疗方面 是非常之 弱速得很厉害的 例如在美国 一般 如果你不是一个 注册的医生 你是不可以做任何的诊断 你不可以说 我估计你这个病 你现在是胃贵羊 或者你是十二次肠贵羊 如果你做这些 所谓Diagnosis 你是犯法 可以坐牢的 或者你建议 给一个普通人 如果你不是一个 注册的医生 我建议你 吃草药 或者喝这些 柠檬汁 帮助你消化 其实这个犯了一个 开荒的罪行 你也可以坐牢 你看到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社会上 很多这些问题 背后是有原因做出来的 我们的健康问题 医疗方面 那么多的错误出错 食物方面的问题 其实背后 有很多这方面 有真正的原因 是导致这些事情出现的 好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很多代言人都这么说 他不会这么做 但李永康 陈彦你说 其实这个不是明星 去折这个生意的 是他的公司 代言人的公司 但我也都知道 你不可以说 我住这家公司 做了不好的东西 然后就说 这是我公司的东西 不关我事 现在也不是 这是公司和公司 之间签的约 明星是收费工资 他和我完全没有分别 不关明星的 明星的知名度 都是属于公司 不关明星的 明星只是一个工具 如果你这么说 一般问一般的明星 你猜一下 哪个人会知道 明星会是什么公司 都不明显 所以很明显 那种效应不是公司 那种效应是明星 他也是用明星的效应 来赚这笔钱 但结果是告那间经理人公司 不是告明星 应该是告经理人公司 和明星何无关 明星是演员 就是公司的工具 怎样说呢 港澳公司 他的客人 谈了 那公司 去模特儿公司 帮我找一些资料 帮我找一个适合的人 帮我找一个适合的人 没有分别 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那个明星没有 没有决定权的吗 那个模特儿又和模特儿公司 又签了约 你明白吗 那他等于经理人公司 一样 那有没有知名度 另外一个问题 那他都是 如果 如果 如果你用这个 这样 那美论上普通模特儿 都要负责的 就是同一个模特儿 是的 就是五下 因为他现在 他现在所说的 那个条例 其实呢 就是负责人 是那个 那个明星 OK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休息几分钟 接着呢 就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参与 可以打电话 和我们 就是 发表一下你自己 这方面的想法 那我们的电话呢 是 2134 113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三个W dot n-a-t-u-l-a-l-h-e-a-l-i-n-g dot com dot h-k 那我们就回来继续今晚的讲题 那就是关于代言人呢 应不应该对一些不实的广告负责法律 那其实呢 这个的问题呢 不是只是大陆 现在是跟进的 因为呢 这问题呢 其实在其他国家呢 都都出现过的 那譬如呢 曾经在 有一个明星 那就是一个 摇滚巨星 捷克逊 曾经为百事可乐做广告的 但有人发现呢 他根本都不喝汽水的 那一时间呢 他就被公众呢 认为呢 知名度高呢 是因而做到普遍的 就是真验的人的 那而法国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呢 是吉尔贝呢 曾经付出一个更加大的代价的 因为呢 他会为了一种那个专界呢 做虚假广告呢 而入坐牢的 那罪名呢 就是夸大产品的功效咯 那就是说呢 就是明人呢 靠公众的形象呢 是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那所以呢 应该对明人做广告呢 是进行一些更加严谨的限制 那如果是提高 就是提高 个虚假广告的罚款 那现在的好像广告法呢 是规定呢 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呢 这些钱呢 连就是明人出场费的 零头都不够的 那所以呢 只有呢 就是这个法律那里 再再加强一点呢 才能够呢 是加强对明人做广告的监督啦 那要加大处分力度呢 才能够 杜绝一下明人做假广告的 那话说呢 在江西山呢 有一位消费者 女士呢 就告保际公司呢 发布一个SK-2 虚假的广告呢 那引起当地人的广泛注意啦 那在原来 SK-2的那个代言人呢 就是我们香港著名的影声 刘嘉玲 那样 那他呢 这位女士的代言人呢 就向法院提出呢 要追加刘嘉玲 是作为被告的 那他说呢 他诚述的原因就是呢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 社会公众人物呢 在代理某一个品牌的时候呢 应该对消费者负责任 那样 那就是 这件事呢 在港西山呢 已经进行之中的 那曾经呢 有位 中国呢 有一个 律师协会啦 都都都被问及啦 就是应不应该 就是 明人应不应该 负这方面的责任呢 那他们都认为呢 是应该的 但是他们的 他背后的动机是 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好像 刚才啊 李永康说呢 那就是 只不过是 这整件事的 将来呢 只是会 为律师呢 带来更多的生意咯 那最终最终呢 是不是令到我们的 就是消费者呢 是个权益呢 是真的受到保障咯 那这个就是 我们应该去 去想一下 和探讨的 那不是的 那你譬如你香港 你都可以 如果你因为这些案子 你都可以民事索偿的 你都可以打的 没所谓的 不贏不贏 另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就是 那就是 Dr. 你说这件事 就是SK-2 是的 说真的 做得这么大的 品牌的代言人 他 一定查过了 有没有招职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有招职的 就是 他现在不是控告他 那样东西 他是控告他 是说 用了SK-2 28天之后 那些咒文都没有了 那他就是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 用了28天 是不是真的 那些咒文都没有了 这是他的claim 是的 他的claim是这样 所以李永康说过 这些claim是 如果你做假的claim 我可以代刘家零答 但如果有人敢问我 如果我代刘家零答 我说有 那怎样 不用 很容易做出来 对 不做出来 正如刚才李永康 那 你说幼文 28天之内 那些幼文 没有了 幼文有多幼呢 我明白 全部消失 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做到 如果他没有做过 而做了这个claim 那些公司很死目的 一定做了 对 对 对 刚刚才说 在美国的汽水广告 那个Jackson 他都没有喝汽水 他就是做广告 他只是道德上指责他 他都没有法律上说他 不是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没有没有 他就是说 当时他很可能 没有被任何机构告他 但是公众对他的形象 就是大大受损 但是发觉电视节目主持人 不是 是坐牢 这个也有提出的 那你说 是不是真的用了SK-II 28后世民全部消失 这个是 我相信我只是很清晰地说 不如说 全部消失就麻烦了 世民全部消失很容易 世民有多小 不是 全部消失 消失就是没有了 你听清楚 OK 就文全部消失 和世民全部消失是两样 这个说明 大就文还有 世民 这个广告 不是这个广告 我都看过 香港也有过 是不是这么说 他有说过28日更新 我记得 好了 他现在提出这个 我们应否进行这些审查 谁来到审查 这些审查 有很多代言人公司 或者那些代言人 就却步 好了 那这件事 最后你觉得 对消费者是一件好事 还是不好事 大家可以在这方面留下 我也是好事 因为起码第一 那些明星说话 都要小心一点 不过我亦赞成 所有消费者 自己都要负责任 自己去查清楚 不要轻易信那些人 两样同时都发生 就是最好事 李永康说 就是香港人 就没有那么 naive 是不是 那么信 但是我们看看 如果人家肯出得那么多钱 来到请这些 代言人 那相信一定是 有效果 香港人都受这一套 代言人是有效果的 那个效果是什么 第一 可以很快 尤其是新产品 很快提高知名度 这个第一个效果 产品的知名度 因为很多新产品 要推出新产品 其中一个很快 提高知名度 就是用明星代言人 这是第一个效果 那就是有效果 有效 提高知名度 对于产品有效 对于产品有效 就是两个效果 即未必输入一定是好的 没有很多 告诉你 你做了广告界 如果那件产品是差 你这么重的广告 那件产品是死快一点 因为多人试 多人用 大家就 你传我 我传你 这件产品都不可以 那就死快一点 通常他用了之后 已经赚到一笔 这件产品是不够的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这件产品都是下了那些 经理人公司的袋 那 明星不是这么多钱 一年 几多千万 尤其是大公司 那就是姚明 那他说 他某年上演 或者他身家 上演 是赚了好像2.4多的亿 对不对 对不对 对而其次 就是那季女明星 有时想起的名字 他都有几千万 所以不是说他们赚不到钱 要美价就是有美国是世界市场 当然不同 世界市场就是六十亿人 大陆都有十三亿人 很明显他都是出得起钱 来请他们做这些代言人 好了 其实这件事 你觉得 刚才James说是好的 起码是让一些代言人 明星 就是 不要只为钱 都 对他推荐的产品 都 负责任 他怎么负责呢 因为他怎么会知道 那三绿的奶粉背后 就是 正如刚才阿金都说了 出了纸 免检 免检 免检就是说 是信得过了 不用吃是检查 就是 就算代言人公司也好 各位代言人也好 这位明星 很明显他不是这一行 他没有可能 当然你说 他赚了这么多钱 就请专家去检查 这个产品 或者可能是件好事 可能由他们发现了 发现了 那个产品有问题 突然宣布 就和这个解除 那个合约 那么消费者 看看 解除合约 会不会联想想到 是否他的产品有问题 很可能是 对消费者 一种 一种 警惕消费者 亦都可以说 是无意之中 是保护消费者 是吧 会不会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 每一个人 你都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射入你的肚子 射在你的身上 塗在你的面上 第一个 就算我给你赔了 有什么用 你都先伤害自己 那为什么你 你比较理性的 去选择产品 选择你应该 要用的东西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立了这么多法例 是没有用的 结果就是益了一班律师 还有如果你是去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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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高知名度 Litop Litstar 即他都会 问声的 即他都会 agent都会 帮他问声 喂 你那些 都是拿些东西来看看 就算你车都会 你车都会 你车都会开一下 即就算有没有这条条例 他都会这样做的 他们有这么说 其实很多 其实他们会查一下 我相信他不是真的 查一下这个产品店 他查一下公司的背景 是否真的可以给到钱 是不是 我相信他们看那些 更重要 看这个产品库 有可能 你不用担心 像赤未过数 不会开工 你不用担心 就算不磅 就算不磅 就先收钱 所以你说 这个作用大不大 好处 就是加强少少 一些 agent 做得代言人 但是 如果那些 付不付钱 找些career fair的 我想他都是这样 是不是 你难道告过career fair 我给大家想想 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作为一个代言人 推荐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 结果是伤害到消费者 那你要全部负责 如果作为一个医生 他开注医药 结果那些病者 因为吃了药 是出现问题 对 好像我们上次说的那些 那就是说 如果那些医生 要全部负责 可能倾家代产 你看到 很多经理人都说 我们不会做这些生意 如果我们用这个 的条例 施用在那些 现在的医生 那方面 那医生 会不会说 那我不做医生 全面不做 不过我也是贊成 这一件事 因为真的 医生都应该 要对病人要负责 那当然 其实去到底 我也贊成 李永康正说的 最终 我们每一个人 要对自己负责 那你就不会 轻易相信 你听到的东西 不会相信 那些明星效应 你自己去做功课 自己去了解 去尝试 那 因为最后 都是你自己的身体 不是人家的身体 而且现在 上一上讨论区 问一问 大多人回答你 这些行不行 这些行不行 是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回答你 都不会说 相差太远 你自己都要做 但是 今天我提提 有门生意 就是PR公司 专业在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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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写这些意见 这是生意 这个社 另外还有其他人 不会出意见 有相反的 那你 当然要自己想 请多几个人 公司 就当工作 分别人做 这些讨论区 这些讨论区 不是我们以为 是一般的人士 是个人参与的 根本是一个很有组织的 一个机构 是有些写兽 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这个 在外国很多人已经看到 这些讨论区 技材也有 是 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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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最后要自己负责 我知道你也要拿 有其他资讯渠道 我说不只是单一行 那你没理由只看一个广告 就行 等于 等于 昨天 新闻也有卖 昨天还是前天 就是说 那些奶粉加DHA 现在 消委会订了什么 还是 有个会议说 这些奶粉加DHA 是完全无效的 根本就是 那些广告不到 即是这些是所谓的 所谓的营养的 营养成分 根本是完全无效的 分短是没用的 根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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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鱼的 这些奶粉公司 经常在那里 吹嘘这些 那 那有两个 这里我有两边看的 第一 它是不是真的 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DHA 这个我相信不是的 事实上 医学文献上 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你说 没有鱼是否更加好 那这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DHA 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那这个未必是真 那你说 没有鱼是比他好 那可以 就是 这是另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 最后最后 就看到了 如果我们的医生 就是如果我们 不论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什么医生也好 那如果 我们有一条这样的法例 如果你是 你所做的事 是伤害病人 你就要全部负责 那事实上 其实有没有 其实有的 其实有的 这些不是一个 就是说 很独特的现象 一向都有的 就是专业的人士 就是专业训练 认可 注册 是不是 那其实都一样 就是消负者一样有权利 是来到 就是 你民事的 那你现在 很多很多都告的 告医管局 那些 如果你公立医院 就告医管局 你私家的 就告你私家医生 但是在外国 那些医生 那些医生 还有一个方法 来保护自己 就是 他如果可以证明到 他那个决定 是跟所有他其他的医生的决定是一样的 就是跟随医疗情绪 是的 那他就 就是你告他 告他不入的 就是换句话说 你用法律的方法 未必是可以真真正正正保护到消费者 说到最后 消费者都要自己负责 自己去做功课 自己去了解 不要信任何人 那你才可以真真正正正知道 什么对你好 什么对你不好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自己决定 人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要试一下 没办法 这个世界如果有真正答案 就是一出了 有真正答案 就容易做了 我有一种这样的看法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代言人的报酬是很高的 那就是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当我们如果我们 看到任何的产品 是做很多广告的时候 那你可以知道 这个产品的价钱很大 就用到广告费的 那就是说 你买那样东西 大部分 都是物非所值的 因为有大部分 就用在广告费的 那如果我们有 这样的新的文化 就是 如果见到那些人做广告 你就不要买那样东西 因为一定不值得 一定不值得 这是事实来的 不是 说得很对 你明白吗 这是事实来的 对 大部分的 香烟的广告 大部分的 所谓汽水广告 其实大部分 都用在广告上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去看得出这件事 我们见到任何东西 做完广告 就千万不要买它 那我们真是 我们人类的 真是 那一个公司 那怎么办 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是值不值得 那你知道一定不值得 因为那些钱都用完广告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真的 凡是有明星广告 都是我不买的 因为好像你这样说 我知道大部分的钱 都花在广告费上 当然那些价钱很贵 没错 所以你想用的价钱 是用在物品方面 在外国 其实我经常都很强调 真正的资讯 都是在网上会比较提的多 但是大家都提出 网上很多的评论 blog 其实根本是有人做码的 这个问题 只要大家了解到 最终都是有 大家都要在多方面 去搜集这些资料 那在外国有些机构 他们专门帮你做一些比较的调查 有些维生素 他们就会在实验室里 帮你化研 他声称的有多少 多少成分 是不是这么足 那他不同的牌子 来做个比较 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们就可以 就是subscribe to 这个website 其他叫consumerlab 那他将很多外面的 不同的牌子的营养素 帮你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途径 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是要拿这些资料 就是不要只是靠它们的 广告效应 我们是 其实是有这些 这样的正确的途径 是可以帮你去看 那当然了 很多地方的消费者委员会 其实都是企图 就是做这些东西 比较不同的产品 但我也都看到出 其实很多的消费者委员 好像香港那些 其实是 他是要做一些东西 推动某些方案的 大家有没有最近见到 那个食物标签条例 那其实 它是很多问题的 那也很多人是反对的 那但是你看到最近 就消费者 有一个机构 就做一个调查 民意的调查 认为百分之八十的香港人 都认为 我们应该要有 这个食物标签的条例 那但是我就 就是我觉得 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 很多时候 就是他们所做的对象 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 就是我觉得 他们很多时候 是刻意 是将自然医疗的工具 消费者自己能够处理的问题 那些工具 是全部压抑了它 是助长现在西医的 现在这方面的市场 不是 就是 刚才你说的 那些方面 凡是要做广告 那些就不要买 就这样吧 我附加多一句 是 凡是请一些贵价的 代言人不要买 就普普通通有些 不是很出名的 何必要做广告的 带路 怎么知道你有什么service 有什么产品 廿告的意思 可以很阔的 广告在所有社会里面有它的功能 在市场上是有的功能 令到产品快些推出市场 令到一些人懂得 简单一点,好东西你都要给人知道 但问题不是,它不是一定给你好东西 只不过它的功能是帮助公司将产品快些推出 它的功能是令到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觉得不足够,不开心 广告最终目的是令你感觉你所拥有的东西 是不够,不好,这是最终的广告目的 我们的story of stuff,我们已经讲了给大家 大家有机会上网看 www.story of stuff 最后你会看到,广告最终目的 是令你感觉你不愉快 with what you can 或者令到你更加开心 将会有更多好的东西等着你取 是令你对你所拥有的东西不开心 这个最主要 这个是另一个讲话 我们好像刚才James不断提出 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 我们真的不要再成为一个盲目的消费者 我们要为地球负责任 好了,其实我们的时间都很快足够了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补充 那我们下个星期就和大家在下 你想象咱们在该屏幕上 我们下个星期就会来 下咱们 吃了 喝了 喝 吃了 吃了